继续来关注大选方面的消息 在上周四的首场总统辩论当中 总统拜登的糟糕表现引发了各方要求他退选的声音 包括民主党人 根据四位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的家人利用周日在戴维营的度假时间 敦促他继续精选 周日拜登与第一夫人吉尔以及他的子女和孙辈们 在戴维营一起度过了一天 这是之前安排好的行程 包括为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拍照 知情人士透露 虽然拜登的家人知道他在对阵前总统川普时表现的有多糟糕 但他们仍然认为他是击败川普的最佳人选 他们还认为拜登有能力再担任四年总统 其中最直言不讳的是吉尔和拜登的儿子亨特 拜登一直向他们寻求建议 两人都认为拜登不应该在他陷入困境时退出 并相信他可以从一次欠佳的表现当中回复过来 知情人士说 他的家人质疑他的竞选团队是如何为辩论做准备的 并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质疑拜登是否应该继续竞选 他的竞选团队在辩论之后的几天里 一直在努力争取捐款者的支持 一些民主党人担心 拜登的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没有足够重视辩论的影响 在大选日之前的四个月里 这可能是拜登能够拥有最多观众的场合 CNN表示超过5100万人观看了这场辩论 甚至在辩论之前 这位81岁的民主党总统 对选民来说就已经不适合继续竞选 而黄金时段的对决明显强化了公众根深蒂固的担忧 对决明显强化了公众根深蒂固的担忧 对决明显强化了公众根深蒂固的担忧